如果我们生意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只不过将一些产品便宜卖就算了呢? 其实可能不代表你便宜 就是代表买得到你的产品 其实如果生意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想三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 要么改变用途 要么改变物料 要么改变客户 譬如改变用途的话 譬如那样东西本身是女人用的 我们怎样可以变成孩子用呢? 或者是男人用呢? 好了 改变物料 譬如那些物料可能是塑胶的变成铁 又或者可能同一件的产品 用不同的物料做 可能卖的价钱都会不同 最后可能我们有机会改变客户 譬如本身我的产品可能在香港卖 最后可能香港卖得不好 但可能我会去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客户 就可能需要我的服务 记住 这三样的重点 对你公司生意的改变 是非常之重大 有帮助的